北京,某公司农场5万亩水稻,前后遭遇病饱和的温病侵袭,病害发生后,保险公司组织水稻专家施救,同时使用无人机现场勘查,用时间换空间, 为被保险人灾后重建,提供了重要支持案件回顾,2017年6月到8月中旬,北京市甘南武农场水稻,前后遭遇病饱和的温病侵袭,受灾水稻面积约5万亩,被保险人发现并害后,立即向保险公司报案,保险公司组织水稻专家,指导农场灾后施救,并使用宣议无人机,进行现场勘查, 经水稻专家核算作物产量,并结合受损作物面积极受所欲,最终核定损失886万元,保险公司依据政策性浓险条款约定,履行赔偿责任,为被保险人尽快开展灾后重建提供资金, 显种介绍,政策性浓险,是以保险公司市场化经营为依托,政府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,对种植业,养殖业因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,造成了经济损失,提供成本不偿的薄险利赔意义,本案创新利赔手段,使用悬疑无人机, 一龙险,APP及辅助设备的拍照,定点,圈图及摇杆技术确定受灾面积,解决了传统龙险采由人工丈量的查看方式,存在误差大,耗时长,效率低的问题,保险公司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精准查看,科学高效理费的成功探索,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,高科技应用是现代保险业升级转型中, 在技术层面的重大进步,对保险行业具有很强的参考和推广价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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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